受新冠疫情影響 很多加州人都失去了重要的保育服務 这对仍然需要工作的必要性工种员工来说 打击更大 为了提高民众对可负担 以及无障碍保育服务的意识 周参议员和必要性员工家长 将会在周三的下午3点中 举行Stand for Children's Life线上研讨会 民众可以通过Facebook 实时的观看和参与提问